艾伦变身禁机巨人突袭马 却被带八家的战锤巨人蹂躏 关键时刻三里和同伴们赶跑 以其人之道环置其人之身 对收容区展开毁灭性反击 而此时不远处的岗口 海军长官正组织手下支援 可一只渔船却突然出现 船上的男人淡定取下帽子 然后凝望着士兵来 随即一道金光迸发而出 恐怖的火光席卷整片岗口 强大的气流瞬间冲上陆地 熟悉的蘑菇云也再度升起 照亮了马来的整个夜空 这也是艾伦敢率先进攻的原因 但战斗远比想象中的残酷 当调查兵团的士兵 准备斩杀波尔克时 皮克突然出现射伤士兵 帮助波尔克成功化解危机 让反应迅速飞进屋中 躲避侥幸逃过一劫 而皮克的出现还吸引了艾伦的注意 导致被劳拉抓住机会 再次用出凸刺偷袭 艾伦立马将手臂硬制化 然后挡住攻击 可乌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这时野兽巨人赶到战场 准备对艾伦进行围剿 三力剑撞想用雷枪破开劳拉的精力 让野对野兽巨人发动了攻击 但皮克的掩护让他只能放弃 其余士兵立马将目标对准皮克 可惜波尔克出手化解了危机 导致整个战局陷入僵持 艾伦尝试用牙齿破开精力 可惜没有成功反而造成牙龄出血 不过他也看出劳拉的力量已经耗尽 不然刚刚的攻击会直接刺穿他的手 于是他摆脱巨人身体扑克后再次变身 波尔克见此情形有些焦躁不安 皮克提醒他不用着急 海军和陆军正在不断打来 调查兵团将插翅南飞 而他们只要抓住艾伦 怕倒就会彻底失去地名的威胁 可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 超大型巨人会在这时出现 刚刚抵达港口的海军 还来不及开炮便全军覆没 整片港口被依为平地 马来的优势荡然无存 见此波尔克忍不住 直接朝艾伦冲去 调查兵团的士兵抓住机会 开始反击 皮克立马被吸引过去 两人的举动也让基克失去掩护 利维尔抓住机会 再次完成掌口协定 皮克还想去救人 可调查兵团的士兵们 已经朝他冲了过来 在双方交火时 躲在暗处的沙下抓住机会 射杀了皮克背上的士兵 这就是怕倒居神的实力 战友的突然阵亡 也让皮克与装甲小队乱了阵脚 让抓住机会将雷枪射向他的头部 其余的士兵也纷纷出手 皮克被轰下高楼 整个人奄奄一息 让打算乘胜追击 彻底杀死对方 但法尔克却挡在了皮克面前 面对一个孩子让无法下手 导致射出去的雷枪产生偏差 他的人词也让皮克捡回一条性命 这一幕被波尔克看到后 开始朝艾伦疯狂攻击 想要将心中的怒火 全部撒在艾伦身上 艾伦躲闪不及 导致手臂被不幸斩断 不过他的左手在护住脸部时 却意外发现恶之巨人的爪 居然能够破开劳拉的晶体 一个大胆的想法在他脑海中产生 与此同时 阿尔明等人正驾驶着飞船打开 一旦到达调查兵团将会全身而退 波尔克立马朝飞船冲去 却被一旁的三力斩断双头 艾伦抓住机会开始疯狂暴露 将波尔克狠狠拔在地上 接着又扯掉他的双头 失去四肢后 波尔克彻底丧失行动能力 艾伦将劳拉的晶体塞入他的嘴里 直接把他的脑袋荡成开平气室 在波尔克恐惧的眼神中 劳拉化为一滩血水 艾伦张开大嘴将其吞入腹中 继承了战锤巨人的力量 可能是劳拉的味道有些鲜美 让艾伦胃口大开 导致波尔克也成为他的目标 见到波尔克即将被吞噬 甲壁开始疯狂呼喊企图唤醒来 之前与艾伦的交谈 让莱娜产生自杀的念头 所以他封闭内心没有醒来 但在听到甲壁和法尔克的呼喊后 莱娜找回了信心 随后一道金光爆发 凯之巨人再次降临